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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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什麼 有桂花五美 還有綠茶 美式紅茶 還有冰淇淋 我要點冰淇淋起來 冰淇淋 吃到飽喔 醬料 而且它的 瀑布喔 整個就煙霧瀰漫 整個就很漂亮喔 這些肉啊都是模 這些肉都是模型 這是它的菜單 它的湯頭啊 跟肉啊都很新鮮 而且什麼肉都有喔 這些肉呢 都是模型肉喔 豬肉 羊肉 牛肉 是不是很特別啊 然後啊它還有一些 台皮 如果你要慶祝的話也可以 拿一些酒出來慶祝生日喔 我們現在來用一些蔥 製造肌肉 貢鍋還要加100塊的東西 貢鍋還要加100塊的東西 貢鍋還要加100塊的東西喔 貢鍋還要加100塊的東西喔 貢鍋還要加100塊的東西 很好看 What's my thing 這是南瓜鍋喔 我們今天我叫了梅花豬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豬肉 我們叫了很多青菜 還有桌料 這個是乳肥腸喔 很好吃喔 我們加一點辣椒 嗯很好吃 很香而且會非常入口即化 這個是 大鹿妹 然後再加一點金針菇 等待它滾 現在啊 火鍋滾了 下的是南瓜鍋 我們現在要放那個梅花肉下去 然後放一點高麗菜 高麗菜喔 然後那個是鹹魚座 對 然後那個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 哇這很小 好啊 這個是南瓜鍋 它的汁底是採用南瓜下去熬成的 那要有講這句 啊有 那要講這句 那流賴啦 流賴喔 老虎了啦 老虎啦 老虎生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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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這個是扇貝 還有芋頭 新鮮的蒜貝 現在南瓜鍋滾了 我們現在要來吃南瓜鍋 現在的那個 現在南瓜魚湯 我們來喝一下這個南瓜湯 還有濃濃的南瓜香氣喔 這個湯 是南瓜湯很香甜 濃濃的南瓜香氣 然後結合材料的一些 味道更入味 然後讓那些食材啊 都有南瓜的香氣喔 這個是玉米筍 這個是玉米筍 放進去 放蛤蜊喔 我們現在放了三倍喔 放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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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還有我們加了去骨雞腿 還有加油蛤蜊喔 還有 蛋餃 魚餃 還有 豆 豆腐皮 這個會滑 這個會滑 是 蛋餃蜊 非常的鮮便喔 一定都不行喔 一定要來品嘗看看喔 這個是蛋餃蜊 這個是蛋餃蜊 這是燕餃蜊 我們要下燕餃蜊 我們要下燕餃蜊 那那個是 這個是豆腐皮 我們來下豆腐皮 水果玉米 很特別喔 玉米中 裡面還有水果 水果玉米呢 它比一般的玉米還要鮮甜喔 等一下我們來吃看看喔 現在還在煮著 它也是走在街頭 它也走在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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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 它很特征沒有這個習慣 這是牛肉還是豬肉 豬肉 豬肉 梅花肉 有魚肉 豬肉 有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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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到那男生很細心 然後她推一個小配色 現在呢 我們在上這個是梅花肉 有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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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感覺很棒 我剛剛已經拍很多 其實這家火鍋呢 它最主要的是它的酸黃 我們一般的黃色玉米不一樣喔 這個品種叫做水果 因為它煮起來的話呢 它有一種水果的香氣 而且它吃起來非常甜喔 跟我一樣甜喔 跟我一樣甜喔 你可以把它轉小火 因為它皮膚在炒熟 因為它這個 因為它這個 就買了 笑 這樣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是 手工丸 南瓜鍋 皮膚 阿姨要拍得客氣了 來我們現在要來品嘗 這個就是我們 南瓜火鍋 我們來品嘗看看 南瓜火鍋它的湯 到底有多鮮甜 我們來喝一口看看吧 一份好 哇,如果喜歡吃南瓜的朋友啊,真的可以點這一鍋 因為它非常的鮮甜 你可以感覺到那種鮮甜,就是好像南瓜從田園裡剛摘回來的那種鮮甜喔 滿滿的濃郁的南瓜的香氣喔,真的 而且這個湯底越濃稠越好吃喔 我們來品嘗看看這個叫做水果魚蜜 台灣自己農產自己研發的水果品種 欸,你要不要喝我的湯喔 我看你弄的耶,它一咬下去就有那種水果的香甜 而且它有液體的香甜喔 你怎麼會吃呢? 現在我們吃飽了 所以現在我們要來吃冰淇淋喔 這裡的冰淇淋就是你吃飽之後 然後冰淇淋可以吃到飽喔 無限嗆飲 這個冰淇淋呢 是好像是哈密瓜口味的 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喔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喔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 아니에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naive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现在我们要你看到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